被广妖儿来参战的各路强者都陆续离开了。 赵长河虽然不是社恐, 但次次这样门庭弱势地真绷不住, 尤其是每次这种情况都是伤好状态, 人实在疲惫。 不过尘埃落定之后回想, 也难免有点冷汗。 还好有这么多人, 但凡少一个, 这次说不定受伤的都不止自己了, 再少几个,战局要崩。 事后自然也知道了, 崔扬的价值并不仅仅是战斗当场, 北方阵着王家军队不能胡来, 才是最重要的。 像元成, 龟臣这对僧道, 别看战斗中没有太大发挥, 那念经的克制削弱 可并不比正面战斗的作用小多少, 那最后的俘虏阵邪更有用处。 说来在此之前, 赵长河都没想过这么低伍的世界居然真有俘虏效果, 于是在龟臣来雌行之时舔着脸讨了几张。 那些什么招雷引火的, 老倒不会, 看赵长河一脸好奇宝宝般的模样, 龟臣也难免失效, 这种正邪之效, 其实和功法克制的性质相似, 没有那么玄乎。 啊, 只是功法克制的性质吗? 当然既是俘虏, 自有特殊的加持, 不过我们也是作为辅助手段, 这些都做不得正法, 便是上古也没有用这些做正法的, 修的还是自身。 赵长河若有所思, 可能这确实不是修仙世界, 从古至今以武为主, 别的都只是俘。 斯斯也说过, 古灵族可能是因为上古武学 也有所缺失的缘故, 举足沉迷祖传巫古之术, 在他看来是不对的, 广学中原武学才是正途。 只是力量上的是殊途同归, 比如一旦接触天地之道, 那就必有五行方面的运用, 只不过运用五行的模式有所不同, 起码不是搓火球。 归尘道, 贫道所带的福禄也不多, 赵少侠喜欢的话, 这几张就送与少侠了, 说不定有时候能用上。 贫道告辞, 此番回去, 要搬家了。 太乙宗与王家近在咫尺, 这次王家连军队都动了, 他们是真带不下去了。 境内不可能容许存在于 自己不对付的势力, 要么投校, 要么搬迁, 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再墨迹下去, 随时有可能被记起。 赵长和心中微动, 低声道, 不知道长愿不愿意, 假意投靠。 以道长地榜的身份, 必是上兵之力, 地位会很高, 只不过可能很危险, 说不定会被用海族阴气 来试探控制之类。 归尘沉吟片刻, 摇了摇头, 我们江湖门派, 一般情况下, 谁占领境内, 我们就听谁的。 又不是刻意去投奔的, 王家不至于对此有什么疑虑, 尤其我若不设军政, 依然在山里过自己的, 那就更没什么问题了。 赵长和道, 道长之意, 还真愿意假意投靠? 归尘微微一笑, 也没有假意不假意, 如果不搬家的话, 那他们占据境内, 频道真会听他的。 当然, 若朝廷打进来了, 频道自然听朝廷的。 两人对视一笑, 心领神会。 归尘行了一礼, 告辞离去, 但是王家, 没什么问题, 频道忧虑的是背后的东西。 话便到此, 频道告辞。 目送归尘离去, 赵长和按道王家, 如果真要争天下, 还真的问题不大, 世人接受度是很高的, 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但背后有其他东西, 大家心中的看法立刻就不同了。 为了连山剑, 王家暴露这阴气, 时事败笔。 这回不仅是红龙杨绝烈, 境内观望的五道宗门也离心了, 只不过这证据已经没了, 没办法广布天下, 归尘那是愿意信他赵长和空口白话, 别人可不一定, 王家面对的情况还是要比尼勒较好一点的。 随着归尘辞行, 门庭弱势的病房很快又变得冷清。 其实除了故意要躺晚装亲热味药之外, 赵长和哪有伤得不能下床的程度, 当天都可以去和未寝的不弃不渝中庭的了, 现在就好了更多。 人一走, 左等右等没等的躺晚装, 赵长和便也待不住了, 出门去逛。 硬成了和泱泱的婚期, 晚装不知道会不会更带郁化了, 这一天都没见人, 让人有点小不安。 逛到唐婉庄的院子, 人不在, 抱琴倒是坐在院中脱腮看书, 悠悠然的。 见赵长和在门外探头探脑, 抱琴很是高兴, 居然还懂得来找小姐, 不错不错。 这意思, 赵长和心中琢磨, 小心地问, 哎, 你小姐不生气吗? 不啊, 小姐挺高兴的。 啊, 赵长和担心的就是, 最近愈发待遇化的唐婉庄, 知道了自己硬成与崔元秧的婚事, 会不会在待遇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 结果来一句挺高兴的。 本以为不屑崩就不错了。 那个婚庄人呢? 在和小少爷一事呢? 抱琴小大人一般老气横丘的指点, 将难出定, 诸事分杂,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无所事事的闲人。 赵长和拓面自干, 继续问, 好抱琴, 跟我悄悄说说呗, 你小姐怎么想的? 抱琴嫌弃地打亮了他一眼, 谁跟你好了? 赵长和, 我看别人故事里都是买通鸭换什么的, 你呢? 抱琴插腰, 靠你那张刀疤脸吗? 赵长和默不作声地摸出一块糖, 那是之前自己嫌要苦, 糖碗装给找的糖, 其实根本不需要吃。 抱琴飞一样抢了过来, 眼睛弯成了月牙, 你问吧, 这傻姑娘, 赵长和陪笑道, 他难道不该是生气的吗? 为什么反倒是挺高兴的? 你没有直接定下具体日期呀, 说明还是有点逼迹的。 啊? 就这? 对方可是崔文景, 多强势一人, 而且世家之力极为正统。 抱琴包着糖纸, 看着赵长和的目光里颇有几分慈祥, 这样的人会任由忽悠, 连个具体时日都不定吗? 小姐说你一定很坚决, 两人的气氛说不定闹得很僵, 才能达成这样左右不靠的妥协, 这就很不容易了。 赵长和, 呃, 抱琴把糖塞进嘴里, 巴唧巴唧, 崔元秧的事儿是小姐自作聪明搞出来的, 她也怪不了你呀, 能怎么办? 这倒是的, 想必婉庄最想做的是甩她自己两个大耳瓜子。 其实最后崔文锦离开之前说的那句什么浪迹天涯, 小儿之言小姐听见了, 她没说什么, 不过我觉着吧, 她眼睛亮晶晶的, 如果你浪迹天涯, 她说不定更乐意陪着, 那就不是她要做太子妃了, 没有违背誓言, 老大不小的人了跟个小孩子一样。 抱, 琴, 院外传来唐婉庄咬牙切齿的声音, 今天的功课做了吗? 让你背的文背了多少? 现在背来听听。 抱琴脸都绿了, 没, 没这么快背完的, 这不还没晚上吗? 这都多久了, 还没背完? 去抄十遍, 露一个字就打屁股。 小姐, 你这是公报私仇, 嘴巴里的糖好吃吗? 居然还学人受贿, 我打不死你我。 唐婉庄气势汹汹地捋着袖子过来, 抱琴抱着屁股一溜烟跑了。 唐婉庄装着, 看不见一边的赵长河, 瞪着抱琴就要追, 不出意外地被拦腰抱住。 唐婉庄挣扎, 别拦我, 我今天非揍死他不可。 赵长河富尔过来, 人家真能缺块糖呢? 那是真受贿吗? 那是小红娘为了帮小姐传达信息呢? 那是我的信息吗? 那是他瞎猜的, 我可一句话没说过。 唐婉庄气道, 你别信他胡扯, 我很生气。 不对, 我和你又没什么关系, 我是你师父, 你澄清我为什么要生气或者高兴, 干我和嗯嗯嗯。 话被堵回了喉咙里, 勇敢地赵长河吻上了那张笔掳过的鸭子都硬的嘴。 抱琴从屋中探出脑袋。 明明就是很高兴, 还想瞒过聪明的抱琴。 真正生气的是抱琴, 因为受贿的这唐特么是昨天小姐从抱琴这里拿的, 你说我这叫受贿。 感谢观看。